懷疑被中火的16座校巴車身嚴重墳位 座位燒焦車內一片照顧 事發在清晨4點 沙基灣外秩序灣15號對開 一間停在路邊的校巴無煙著火 消防到場用了大約15分鐘將火救息 初步認為火警有可疑 相信是中火交由警方跟進調查 香港風販電視記者胡凱文報導